好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马上要进行的 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 第六场比赛了 第六场比赛 率先登场的 蓝方选手 他是谁呢 一起来看大屏幕 好 观众朋友 接下来出场的是季线 他的身高是1米73 体重69公斤 年龄27岁 也算是一名比较成熟的运动员 那么他今天也要在场上 为我们一展他的风采 那我们这次百万大奖的争夺战 我相信他也是志在立得 非常丰富的一名GMS寻球 我们两个在0910年的时候 训练过的 他的地面技术非常之好 背后罗角和断续牌的技术非常好 我相信他也是问他的100万 奖的接而来的 好 那么子龙 你觉得今天季线 他的胜算有多大 季线今天如果能把对手 直接拉入地面的话 那他能用他自己的优势 用他的罗角 可以直接将对手制服 而且很快速度 他有一个抽套 叫玉面柜子手 玉面柜子手 到底这个玉面柜子手 他的这个能量到底有多大 到底有多厉害 让我们在拳台上来见分晓 谢谢这名运动员 现在收集在北京全天下俱乐部 而且现在他的教练会 还有戴伤海 对他 对他在打这个日舞终极格斗 已经做了很全面的技术分析 而且机械刚刚升到子弹 八十六层子弹 这里我们也恭喜他 好 让我们看看现场 好的 认识了我们的蓝方选手之后呢 我们马上通过大名簿来 认识一下我们的红方选手 我们的蓝方选手 薛国斌 薛国斌他的绰号是战神 那么这位战场身高1.72体重66公斤 今年20岁 是一个年轻小将 我们看看今天他在比赛当中会有怎样的表现 那么当玉面柜的时候遇见战神 肯定又是一场非常非常精彩的比赛 这是一场战力对立面的一场对决 就看谁的机会保护得更好 对 那么子龙你觉得战神薛国斌 在这个玉面柜刺手面前他的胜算有多大 我个人觉得这时候薛国斌应该用他自己的优势 尽量战神和这个极限战 因为什么呢 因为极限他的手手太没战了 如果再向内面 我觉得那个薛国斌可能支持不到一个名义 那么到底会怎么样来结束战斗 也让我们失不一待 好 现在薛国斌来到赛场 好的 接下来呢就会是一场龙针虎斗的比赛了 而开始之前先介绍一下我们双方选手的一些情况 我们的南方选手呢 技术非常全面 擅长 散打 泰拳 摔跤 巴西 柔树 是一位来自天津的选手 战绩是八胜五败场 该选手的身高一百八三公分 一百七十三公分 体重六十六公斤 目前在北京接受训练 他就是极限 而我们的红旁选手呢 是一位来自甘肃的摔跤手 战绩也非常不错 八胜一副 该选手的身高是一百七十二公分 体重六十六公斤 目前在西安接受训练 他就是薛国斌 好的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的采判员费伦杰鲁 来 有请 Defend yourself at all times Mate my commands at all times If you'd like touch gloves Come on ready to fight 好 观众朋友 那么第六场比赛 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们看到双方选手已经做好准备了 那么季线和薛国斌 到底在场上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的比赛 让我们师父以待 比赛开始了 双方应该说从这个身材和体格上来说 相差不大 相差不大 但是呢 在技巧上 就要看谁发挥的更好了 因为他俩的技术风格完全不一样 一个是以战力为主 一个是以地面为主 所以他俩的打起来就会看谁这么聪明一样 极线一上来就发动了地面攻势 对 反而薛国斌用了极线的断头台技术 好 我们来看一看薛国斌 但这个时候如果控制不了极线的跨步 反正这个动作也不好吃了 就看极线的技术比他高出多少了在地面上 我们来看一看 季线现在好像显得有些被动 翻过来了 翻过来了 但仍然锁住的 仍然还是锁住的 我们都知道薛国斌这个小将打得很 比赛都非常很勇猛 可以很重啊 又锁住了 又锁住了 好的 翻过来了 侧面侧面 看能不能控制住 这个位置是薛国斌最被动的位置 因为在台边他也不可以侧身 也不可以 也不可以 好危险好危险 骑上去了 这个手 手已经骑上去了 这个时候就很难了 如果摆脱不了的话 很有可能安排 安排 输不住 已经输了 又是一个复战速决 复战速决 哇 很漂亮很漂亮 这个张老师之前讲到的是一样的 季线 如果能拿到地面 很百分之九十就不取得胜利 跟赵老师预测的基本完一致 对 所以在比赛当中啊 这个怎么样来发挥技战术 这个非常关键 对 同时我们应该考虑一下 薛国斌应该在地面技术上的加强 所以说现在如果想 想在MMA 好 我们看看现场 好的 接下来 好的 接下来为大家公布我们本场比赛的结果 哇 真的是太快了 刚刚说过一分钟一秒钟都不要眨眼睛 结果已经出来了 让我们恭喜我们的篮方选手 季线十字顾获胜 来自天津的季线 领到了这场比赛 季线真的恭喜你啊 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制服了对手 那你一开始跟他打的时候 心里面有没有一点点怀疑自己的那种想法呢 有一点 因为我们都互相比较了解 他的力量比较大 但是你的技巧确实是压制了对方 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 你可以跟他讲一下 那你现在呢 回去之后 第一个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洗个澡吗 吃一顿好的吗 放松一下自己呢 对 吃一顿好的 洗个澡 舒服的睡一觉 OK 心里的压力算结束了 对不对 对 OK 再接下来的掌声给 季线 恭喜